大家好 我今天明天下个礼拜准备出去钓鱼 然后现在四川这边气温已经降低了 白天有十七十五度 晚上五个早上的话很更好 所以我准备重新变一块 腥味比较重一点 虾粉比例含量比较高的耳药 然后准备下个礼拜去钓鱼的时候 我把它用一下 原材料非常简单 就只有虾粉 玉米粉 纳丝粉 也就是胡蘭粉 和雪花粉 玉米粉 我准备再给它加一点炒香的豆腐 也就是豆粉 然后我先从虾粉制装开始 虾粉我是选择用这种 给铜鱼 热带鱼 然后的一种饲料 就是冻干 等冻干到的 拦截 拦截零下的 我带小宝鱼 这一款 拦截零下是经过了拖盐处理 它里面的盐含量是特别少的 我比较推荐这一款 有些人 零下干是没有拖盐 它尝起来会比较咸一点 来 一二三 我 好 这个我们要先把它盖碎 可以 这是我昨天做的一部份 跟他的科技的机器有关 我觉得他跟我视乎来吸引他 所以我想跟他转进去 他继续拿务 鱼粉加工到这个程度就OK了 然后就是小白配芽 但是今天我要把小白配芽炒一下 然后让它香 因为冬天的话 或者说轻轻低温以后 我们希望耳料的味道更容易 不管是香味和腥味 我希望它的味道能够控制到更远的地方 我们应该先配一杯 要吃吗 炒制炒制的话也特别简单 就需要在锅里面稍微给它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火一定是最小的 把火调到最小 然后慢慢地均匀地去炒 比锅太小了 我来吃吧 我可以用它 搬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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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面已经出现有一些开始炒糊的结枪 结束就已经开始了 结束一定要停火 然后赶紧放出来 把它焦了 好 炒这个浮屏呢 我们先放在一边等它自然的焦温 它凉了以后 vamos再使用 现在完了这种轻烤过的小麦妇 哇 下面我们就直接开始炒至 首先是闸在那儿课 料理 好 然后刚刚我们量的一杯小麦克亚 准备饼粉可以用一杯炒或者豆粉 这个一杯或者两个豆腔然后我就各加蛋的一杯 然后这个是200克的 100克的 这个是100克的 这个是200克的 然后我们也是搭车 然后我们也是搭车 然後是波蘭粉 100也是一杯 200多 沒有錯 然後是土豆絕花粉 也是一杯酒量 因為是冬天水分低的時候水料 而且基本上是拉耳剁掉 我們希望它的耳料污水的狀態是很清的 所以說還是要加一點塩脹粉 這是我幾年前買的一直沒有完 我們就加隨便加一點 如果這麼多量的話我加一個 這是一克的燒粉 一克 兩克 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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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克 五克 差不多 最後的話 就是把它加在這裡切 我喜歡用這種手機 像那工夫一樣 插給你 雞 四克 十分 五克 一克 五克 五克 三克 五克 五克 好了 好了 你要取个名字吧 下入1号 这是50毫升的两倍 同区50毫升 然后水化 这边 那以前的经验的话 尤其像实验8号配方 实验8号配方的话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 比较推荐的RGD 在1.0.6到1.0.7 这个我们1.0.7 从1.0.6来开始尝试 这一辈子50毫升 我们需要30毫升 然后1.0.5 甚至一辈子 就15毫升 随便是20毫升 这边还有1.5毫升 冰箱 等于10毫升 用车子 好,待会儿进去 好,现在我们时间到过了5分钟 然后基本上已经水分已经被彻底的充分的吸进去了 我们把耳朵分成两部分 我们一部分拿来做实验搓耳 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待会儿来实验拉耳的状态 把拢成一堆后,把耳团拢在一起以后 需要把它揉打几下 然后轻轻的把它弄成团 轻轻的,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 顺便复写一下我们做耳朵的技巧 你看,做成长条 从中间分成两块 飞进去 你看,稍微粗一些 飞进去 好 好 一 二 三 放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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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膨胀的状态很好 但散落的就是物化的状态要差一些 我个人感觉是因为我家的水少的原因 因为我是故意的想把它调成搓耳的 方便搓 待会儿我们剩的这部分 剩的这一半耳料 把它开成拉耳的话 我们就需要再加一点水 达到0.7吧 我觉得差不多 反正靠的感觉来了 也没必要那么精确 因为毕竟不止做科学实验 好 我们提一下 还是有那种片状的 加热物 透露台水 但这款复勾性明显就会好很多 剩下的这一盘耳料 想给它加的稀一点 就多带一点水 我用这种方法 用手沾一点水 弹进去 把大块儿都给它搓散了 出发来嘛 就要很容易看得出 这种方法 她在这种方法 是尽量的水 这种方法 也算是一种麻烦的水 但我跟他用这种方法 有时候再用它 那么多的水 如果不容易看得到水 那么多发生 我感觉水加多了 你再把它 随便就给大家讲一下一种 如果水加多的一种就得到 还是把它打散 就用我的雪花粉 用雪花粉吸收掉多余的水分 然后这个状态几乎不会吹 开出来的软硬部和耳垂的耳软硬部接近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这团拉耳就看好了 耳耳的话 当收拢成团以后就尽量不要去揉打它 因为如果揉打的刺激多了以后 它里面的小麦蛋白的纤维会结成团 不会很均匀的分路 我们打开它一点 它已经有这种纤维状的成分 长出来了 轻轻的把它合在一起一定要轻轻的 要拉出耳团的话需要有这种带磁性的 耳耳排来配合 我这个是比赛的时候使用的 竞技朗耳盘 它只有这条线的部分 有磁性 能快速的把两个构分开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耳盘比较小 只能单个的了 而且用的鱼钩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今天用的是六号锈钩 我们先拉一个 再拉一个 再拉一个 我们现在调整一下 是我们刚刚拉的 一二三 拉出来的耳团的话 它就很蓬松 轻轻的动一下 然后雾化效果的话也比搓耳好很多 这种脱落的一片一片的像花瓣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炒过的小白配合 有一部分是雪花粉 往上就看到有很多物质往上浮起来 那个东西的话 就是土豆淀粉 和雪那个虾粉 再动一下 最后我给的耳水比的推荐比例是 戳二的话一比零点六到零点七 如果是要开支拉二的话 最好是从零点七开始起步 可以达到一比零点七 一比零点七五 好了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 秋天和冬天 垂掉鲫鱼的拉二 我们叫虾粉一号 或者虾肉一号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